Ryo聊世界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帝國戰爭的對決 這場比賽是由中國第一高手 又對上法國大將 西托 西托這邊選的是西西里 這邊中國第一高手 是選擇了波蘭 也是我個人最喜歡的文明 我們頻道的徽章 大頭跳也是根據波蘭這個設計 去做設計的 我在說什麼 這把我們來看一下波蘭在帝國戰爭要怎麼打 那稍微簡單介紹一下帝國戰爭 帝國戰爭這個模式比較特別 一開始不會是黑暗時代 一開始是由封建時代 老人口好像是20幾村 那一開始就是一個封建時代的開局 有黃金、法木場、魔防什麼都有 一開始都直接送給你了 那一開始還有一些房子 那還有兵工廠跟這個軍營 所以有一些玩法會很特別 什麼裝甲、封建出裝甲、快弓之類的 也有這種打法 像什麼立陶宛啊 立陶宛啊或者是保加利亞之類的 都可以這樣打 還有日本那些對步兵有優勢的 都可以這樣玩 但是相對來說比較少人打 但有時候打到好的話還是可以把人家秒殺了 那來稍微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目前中國第一高手 有這邊黃金在前面比較慘 而且他是波蘭 波蘭果樹也在前面 這就真的是很慘啊 然後你看這邊這個田 要為了蓋這個大冬的關係 所以只能硬蓋這個位置 但我覺得他的位置選擇很不錯 選擇這個位置的話 這個房牧場這邊木頭挖完之後 這個TD掉了 田可以繼續撒 那這邊撒田的話 農田的話就沒什麼問題 好那看一下西西里這邊 西西里這邊的話 哇更天土一點了 哇 支援都在很後面 非常安全 目前這個開局看起來是 右這邊有點劣勢的 好那沒有關係 他們是 右這邊是 中國第一高手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這一點點小烈士 應該對他來說不成問題 好那這邊 西托出了四隻小弓 那這隻刺頭是原本就有的 那這邊有在補一隻刺頭嗎 沒有補的是長槍兵 長槍兵過來 想要來一起聚集 好右這邊選擇 下了一個箭塔 在金礦的位置 那確實這個地方需要箭塔 不然這個正面打起來會很難受 而且很容易就會直接開天窗 瞬間爆炸 右邊這邊也在圍了 趕快趕快圍 這邊拖了點時間 把這個村民拉走 但問題是右邊這邊 其實都還沒有蓋好 例如我也在往右走的話 右這邊可能會有點危險 這邊也拉了兩個人來蓋 哇這裡有洞啊 哇真的是漏洞地我 拉了一村去蓋這個洞 好蓋了洞之後 回頭開始旋擊扁這個刺頭 OK這個刺頭打到殘血 哎唷但是有可能被熟掉喔 回頭打 哎呀 哇撿一村 但是刺頭也換掉了 這小弓居然走進來了 我的天 哇又有這時候發現了 好像哪裡怪怪的 趕快圍趕快圍 好那西偷這邊也點下城堡實在 兩邊城堡實在相差大概五到七秒左右 但是右這邊是沒有出任何一隻兵的 只有去挖石頭 哎這邊挖石頭要出大師啦 哇看來這裡要減一了 那右這樣目前開局直接落後兩村 而且這邊還有更大的洞 哇 哇 再賭一下 哦再十一村 三村 哇 為了補這個洞 又一村殘血喔 嗯 現在我把這個洞補小 不然就是要BBQ了 欸這裡還有個洞 欸這裡還有個洞欸 欸 欸 又是不是忘記了 好那這邊這個房子 敲了幾下之後 爭取一點時間 好可這個又要爆了 這個再趕快去補一下房子 再把這裡圍起來的話會有危險 那目前 城堡史丹號一分多鐘要等 要打雙馬舅騎士喔 那這邊 喔中午發現這裡有個洞了 趕快補起來 好那雙馬舅 蓋完馬舅之後 趕快拉一堆村門去 挖金礦 看來是要挖很多金礦 然後開始爆騎士了 那協同點下 好這邊確實按下了三棟房子喔 趕快補齊這個漏洞 好這個房子要爆了 有低調嗎 哎呀沒低調喔 算沒有關係 25木頭直接送給他 好這隻村民有點危險 唉呦 血量是一點點而已 OK這邊上了城堡時代了 那這邊迅速按下兩隻騎士 那一級二級農田開始研發 還有瞭望技術 那這邊由於 經濟有點慘了 欸他這邊為什麼 沒事沒事 這邊石頭剛剛有吧 應該是有拿去賣掉 好不確定 好那這邊 蓋一下TC在這個位置 不是在這邊 嗯 不太確定了 蓋這邊的話我覺得也不錯啦 因為這邊有黃金TC可以在這邊守 而且也有木材啦 什麼都有 這個位置也不錯 不然在這邊再蓋個TC也可以 好金礦附近蓋 TTC是一個很不錯的一個方法 可以守住礦區 然後又可以當作劍塔使用 好那這邊 又 蓋一下了修道院 那這邊是選擇了雙TC修道院的開局 嗯 那西西里這邊是選擇3TC開局 那修道院也是有下的 那這邊就是要來開始爭奪遺跡了 但是 目前家裡有內患了 現在要處理內患之後才會去撿遺跡 好那這邊騎士的數量其實是夠去解這個 奴兵的 但由於 右這邊打的比較謹慎喔 還把他殘血放在家裡 然後等這個生女樹來補血 高手們打都特別謹慎了 如果是我的話 三隻都重出去打 然後可能就會出事了 好那這邊 西托看到情況不妙 正面 弓兵也被騎士解掉了 然後騎士消失 然後再來看一下 可不可以殺到一些伐木的村民 但這邊的村民島就已經拉走了 好那這邊村民回來居挖石頭 但是這邊騎士還是有再補一點 然後點了一擊攻 好一擊攻也點了 那品種也好了之後 哇你看這個用 高手就高手 把他殘血的直接拉走 一隻騎士都不想中 好但是由於 家裡去解內患的關係喔 所以遺跡的部分 西托這邊是稍微有點優勢的 地圖有先掌握了一下 遺跡的位置喔 那來看一下西托有沒有看到全部的遺跡呢 右這邊的視野非常慘 什麼都沒看到 遺跡 遺跡沒有看到耶 哇這個 我應該是看錯了 看這模式了 看一下 那對 那確實遺跡的話 右剛好視野都沒有看到 遺跡都在比較遠的位置 那右這邊決定要把八隻騎士往外送 然後家裡的騎士繼續補血 順便防守 順便找遺跡的位置 那這邊要正面遇到了喔 我這邊開始翁兩隻先打老頭 但是一定會被招到兩隻 因為這個距離 吸脫的反應實在是太快了 馬上把兩隻騎士給招走 這邊想要來應實的攻併 但是這裡有TC喔 那TC射騎士還是有點痛的 畢竟還沒有 升到 黑帝王時代 這個不是重裝的話 防禦還是稍微弱了一點 喔不是防禦喔 血量少了一點 那防禦的話基本上是 沒什麼兩樣的 血量的話還是比較重要 好 那這邊前線下一個BK 那CC裡 這邊太確定是要打什麼 目前是4TCcanon 然後出奴兵 然後修道院生女補血 但是這邊刺頭有看到 這裡還有一個遺跡 好 右這邊已經開出了3TC了 第三個TC是蓋在石頭這一區 然後後面繼續下這個大魔防 那稍微簡單講一下這個大魔防的能力喔 大莊園 大莊園的話 他只要在這個大莊園旁邊撒田 就可以直接瞬間收成10%的食物 所以在一些高端對決來說 這個10%的迅速收成是非常重要的 直接領錢就是不一樣 不用慢慢挖 直接大放送 那這邊牧區快要挖穿了 那看一下不知道在前面蓋個城堡之類的 像這一區或是直接蓋在正門口也可以 不然會有點門戶敞開的感覺 好那這邊下一個BK我覺得蠻關鍵的 這個BK可以有效嚇阻吸拓這邊的工兵喔 因為有BK在的話 投車不知道哪時候會出來 相對一個小堡壘的概念 所以石頭可能會有蹦出東西來 我這邊看到騎士罐馬上就把自己圍起來了 哇你看這個就是高手 反應就是特別快 是我的話這隻村民島就沒了 他居然還救得到這隻村民喔 好那這邊騎士被追應該是要sick by了 好那這邊就去用燒戰去探一下視野 喔這邊非常大量的長槍兵 跟奴兵走得過來想要來打正面 順便來拆這個哨戰喔 但是這邊生日有自知性蠻多的 但是這裡魷魚貴族特選已經 好了這邊騎士開始爆炸量是沒有問題 好現在騎士一隻只要30塊喔 想夠懂嗎 比小鋼台便宜 哇直接被找到兩隻 兩隻 兩隻還一隻 一隻而已 好尷尬 好但騎托在家裡也蓋下了城堡 做一個防守 這確實蓋下 這個正面的話蠻危險的 而且容易進去就出大事了 好這邊開始招翔 直接招一個騎士跟長槍兵嗎 還是只有招騎士而已 OK只有招騎士 再奧龍下 唉唷差一點欸 哇這種差一點 那騎士最終還是沒被招走 兩邊都是頂尖的對決喔 沒有那麼容易輕就送兵的 兩邊都在存機器的實力 那波蘭這邊是選擇盧炮 加騎士的一個正面卡的一個想法 那這邊波蘭優先等一下帝王十代 那目前時間拖久一點怕是會稍稍有優勢的 但是這邊 戳戳直接上來 想要硬拆這個盧炮 看起來是沒問題喔 而且這邊 戳戳 來說這個騎士也很痛阿 外面還有很多的勝率喔 哇打一個正面來說的話 又這邊目前是沒有優勢在的 而且很危險 哇這邊盧炮直接一個串燒 哇很多單位都已經殘血了 好那確實在這附近喔 蓋下了一個城堡 這邊確實要一個城堡 不然這邊會很難守 這邊的話可以再考慮一下喔 這裡其實也可以再下一個城堡 都是高地喔 然後也可以鎖到一些資源點 跟正面的部分 哇這邊 又直接一個 深入敵軍 直接TC下開坎 哇 村民宿目前 又落後蠻多的喔 那西拖這邊是領先了大概40村左右 大概40村 因為這邊爆了蠻多馬 然後自己TC開的也比較晚 所以右這邊村民宿是偏落後一點 這邊帝王子帶上去之後 看來是要打這個奧布奇 步兵喔 看來是要直接拿槌子敲他的頭 敲這些長槍兵 確實喔 目前打步兵的話 感覺是優解的一個方法 這些長槍兵 用這個奧布奇打會非常的舒服 好那二級一防你開始點 那你點下手推車 那這邊 這邊還想圍 還想圍死 但這邊的村民可能大量 哇這一波村民送掉也是小傷啊 但是呢使用這波騎士的話也算是賺爛囉 哇這一波的話 騎士全部送光 這一損失大約五六七八村吧 但是好像蠻賺的耶 畢竟史上是騎士喔 但其實對破爛來說這個損傷程度沒有非常重傷喔 因為破爛的貴族特權這個銀貫科技 讓這個騎士造價非常的便宜 直接給他打個六折 對喜歡那種便宜爆騎士的玩家的話 破爛一定不會讓你失望的 而且破爛還有強武可以打 然後步兵也可以玩 高步級 基本上是半全能型的文明 我覺得還不錯 雖然缺點就是他的工兵防御沒有滿 然後馬卡也沒有滿 算是小小的弱化 不然突然真的是有點會太強 這邊垂兵是要來扛這些搓兵 但是這邊搓兵的量很大 哇靠接近三十幾隻 正面開始敲 凹珠奇開始敲這些長槍兵 而且後面還有很多大量的 蟑螂海咽了過來 這個叫什麼 薩金特衛隊 太久明天他的名字了 都叫到蟑螂了 哇這個直接打薩金特衛隊 直接打爆正面 哇尊敵壓力很大 這個奧不齊 有點打不太贏喔 雖然已經換掉滿多長槍兵了 但是這個長槍兵換掉也不是重點了 重點是這些 蟑螂海要怎麼解呢 那這邊西戳的城堡 家裡已經掉了一個 那來不及手下 但是很順利的也把 右這邊的巨型特術機也解完了 那這邊為什麼好像有點強欸 居然 是不是奧不起有點counter這個 CC比寶兵啊 這個薩 薩金特衛兵好像有點怕奧不起欸 感覺是有點怕的喔 這個一直瘋狂扣防禦有點髒 啊這邊防禦沒有點上去啦 我想說奇怪怎麼那麼脆 他這邊不一定防禦只點易防喔 難怪這個薩金特一點都不強 馬上就慘了 被這個奧不起一直拋一直拋 防禦一直降 喔投射再砸 喔舒服 再來一發 喔又一大堆 喔又又又砸 欸這兩發很關鍵 再打再打這個方向 喔唷 唉唷 哇這個投車的傷害價值連城 投死了一堆奧不起 OK那這邊 正面打贏了 用這個窄口 用一些少量的奧不起 打出了一片風采 正面的話 靠著投車奧不起 直接把這些巨型投子車 跟大量的 炸金特一點也給解掉了 那目前西西里這邊是想要轉出槍物來解這個奧不起 奧不起還是比較怕遠程單位的喔 雖然他遠方有6 還算是一個不錯的一個體質 但是 說到底喔 護兵 怕的還是遠程單位喔 封兵啊火槍兵 這些都很怕 那垃圾兵 戰矛的話就是還好 就畢竟收持打1滴而已 好 那 目前 忽然 又這邊是想要繼續打一個 奧不起嗎 這邊是有點下衝車的升級 看他打到騰車直接正面硬督了 好 那這邊 船繼續灑 往這邊 這個船直接灑到正面來 好 家裡有一隻薩金特會隊在做燒了 好 那這邊又決定要升入敵心 好 來順便拆這個 巨型頭司機 但是這邊有兩隻肉馬 直接堵住了 哇 吸托直接用宅頭堵死喔 好 用肉馬當人肉盾牌的概念 好這邊趕快再蓋一下了 大量的 城門 全石槍 然後來鎖住奧不起的去路 那確實也鎖住了 那這邊槍弩開始射擊 奧不起有點發呆 被鎖住的去路有點不知所措 這個路徑 有點怪怪的 好 但是上面正面硬 尻尻尻尻射 直接蒸發 哇 打強弩還是很強阿 三下 捶三下 死一隻強弩欸 哇 不得了 這個奧布齊真的跟鬼一樣 還在敲 哇 這個死的速度超快的 好 正面這一坨也來尻這邊的步兵 哇 這邊吸托的極限點有點問題啊 工兵一直往前走 一直瘋狂是不是送一波 他可能覺得這個極限點是城堡的射程範圍內很安全 是不是敵人已經把這個衝車開了出來 已經不怕這個城堡了 他這邊很大量的 強烏斗的出來 那再繼續說奧布齊可能會出事 那右這邊已經有轉出了一些重裝騎士喔 重裝騎士非常非常便宜 你看這個黃金消耗量非常少 哇 這邊又是一個巨神支援的一個打法 奧布齊加平底騎士 黃金消耗量極低 好 那這邊的話 強烏的話應該不會再硬打了 應該是會靠這個奧布齊 不是 靠那個重裝騎士來解 那這邊要續一波騎士要來打側面 那衝車的部分 這一波的進攻應該是被化解了 左邊的話有些清洗兵來解 但這個清洗兵殺了老頭非常厲害 兩刀就剝了 那這奧布齊往左邊拉 想要看左邊有沒有村民在採集 但沒有 好 右邊也在開戰兩邊 左邊奧布齊打清洗兵非常快速 那這邊重裝騎兵 直接把對手清洗兵給消滅掉了 那左邊奧布齊已經獲勝了 右邊強奴被追著打 追著打這邊有一個小宅口 要繼續賭嗎 但這邊吸托好像可以嗎 要靠這個宅口開始打嗎 好 可以喔 好 強奴打這個馬傷害是蠻強的 因為我們的波蘭是沒有三級遠防的 所以這個強奴只在這個宅口開始射的話 這個消滅重裝騎士的速度還是蠻快的 好 那這邊也被吸托擋下來了 左邊這邊又繞了一堆奧布齊 不是奧布齊 重裝騎士 那奧布齊的話已經繞進去了 可以在二一分推 好 直接走一個三路進攻 好 那這邊還有十三次的重裝騎士 也要進去亂一波嗎 好 左邊這邊伐木區的村民全部倒地 這邊奧布齊還在裡面肆意的肆虐 這邊右邊又有一對重裝騎士進來了 哇 但是吸托也不甘失落 抱了一些輕騎兵想要進去殺大莊園的村民 但是這邊已經被右看在眼裡 右邊已經拉了大量的重裝騎士 也來做防守 但這邊吸托分兵也分的蠻快的 也算是有分到一個不錯的傷害點 左邊這邊騎士在打神堡 那裡被出來的戳戳全部解掉了 那家裡還在騷擾 但是家裡騷擾已經被喬弩給盯上了 那喬弩來的話 這邊騷擾應該告我段落了 應該就結束了這波騷擾 好 那正面的話 目前沒有正面 對 什麼都沒有 正面就這 一些騎士跟巨頭 好 這邊好 下奧不齊 再來做防守 好 這邊重裝騎士走過來 要來砍這些村民嗎 哇 這裡很香耶 這裡村民超多的 好 這邊沒事了 看一下這邊 這邊為什麼會有村民 這個村民是要來挖這個金是不是 那這邊蓋個寶 好 那這邊 正面的話 已經巨頭子機拆掉了 正面吸拓的城堡 那右邊的話 大量的奧不齊跟肉馬 可以再做輸出 那這邊的話 巨頭子機把下面的城堡插完之後 開始往後拉 這樣來解決右邊的城堡 好 進一步落下 吸拓的防守的一個 地形喔 因為城堡越少的話 肉馬進去 或是重裝騎士去騷擾的話 會更方便一點 好 正面再開打 哇 這邊 奇珠 對於這個重裝騎士 加上奧不齊的一個 進攻 似乎有點招架不住 一直被按在家裡打的感覺 這裡又一波騎士又繞進去 哇 你看這個 突然這個便宜騎士真的太狠了 一直爆出來 感覺好像不用黃金一樣 重點 它是騎士阿 不是輕騎兵阿 騎士跟輕騎兵的差距還是有 好 正面這個強武要被包了吧 奧不齊正面硬 靠後面 騎士要來包一下 右邊也拉一下 直接包夾 完了 BBQ了 哇 這一波直接硬坦 肉馬上來貼 但是奧不齊打 肉馬非常快 重裝騎士打 肉馬也很快 哇 直接打出GG 哇 這真的沒辦法 這個吸脫喔 這波被包得太 太慘了 右這邊包夾的包得好 哇 有點精彩 哇 這一波也算是打出 波爛的 精髓喔 奧不齊加上重裝騎士 狂噴 然後也可以持續打很長一段時間 都不會斷兵 因為這個黃金需求量實在太低了 好 看一下兩邊的經濟 兩邊經濟的話 右這邊是領先 呃 兩千肉而已 哇 因為騎士這邊農體也是有加成 所以肉的話跟波爛其實差不多了 但是波爛終究都是彩肉之神喔 彩肉最強的國家 所以他 肉會比較多一點是正常的 但這邊木頭 西西里採的是比較多一點 好 那黃金的話 是右這邊採的更多 因為地圖控制比較好 那對於 集中性來說的話 波爛這裡還是有優勢喔 畢竟這個便宜的 重裝騎士 很容易爆出大量 那個地圖控制來說的話 一定會比西西里好一點 那西西里的話 家裡精光完的話 確實也只能打出GG了喔 那這邊高手的話 手推車跟輪走的時間 跟上路差不多的 雖然這一把是帝國戰爭喔 但兩邊的SOT打法其實都蠻像的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